1941年的时候美日太平洋战争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有没有看到1941年 有没有 我们刚刚是几年颁布明治宪法 1945年4月1号对不对 然后1941年的时候打仗 有没有觉得这个时间点好像 怪怪的重叠了对不对 这个就是台湾人历史记忆薄弱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好像 在历史记忆上 我们没有什么印象说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因为为什么 1941年就已经开始打仗了 那时候就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各位你们是当时 打仗的时候的人民 如果在打仗的时候 你们会干嘛 恐慌逃命 你还会管 现在颁布了什么宪法 然后 我们变成了 日本天皇的领土 你还会去管这个吗 不会 然后再加上 1945年9月2号 日本投降 麦克阿瑟将军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率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1945年9月2号 我们刚刚讲1945年的4月1号 跟1945年的9月2号 这样差几个月 差不多五个月对不对 五个月 日本 就投降了 那请问 台湾的领土主权 从下官条约 所以呢 他颁布的那一刻 4月1号 颁布 明治宪法的那一刻 台湾就是成为了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呢 他将台湾呢 他当时呢 为什么他可以分配 日本的领土 他是主要战胜国 日本偷袭 美国的 珍珠港 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 原子弹 因此美国是日本的 主要战胜国 因此他有权力分配 日本的 领土 他怎么分配 他将日本 五马分尸 北方四岛 有俄罗斯战管 韩国 独岛 台湾 日本呢 日本本岛 由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 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交给 蒋介石集团 代理占领 可是大家会想 为什么要把日本 日本无马分尸 日本当时的帝国主义 强不强 所以美国害怕他的帝国主义 再次崛起 因此就决定把他 五马分尸 可是台湾跟澎湖呢 为什么要交给 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 其实啦 美国的想法蛮单纯的 他就想说 或许 华人会善待华人 然后语言比较能通 但是他没有想过 台湾以后发生的历史 惨剧是多么的惨痛 1945年10月25 交战国占领日 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 我们刚刚有看到 大家看啊 我这样讲好了 如果一个国家 没有了政府 两个月没有政府 没有警察 请问这个国家 会发生什么事情 动乱 要不要趁这个时候抢劫 抢劫银行 抢劫全联 要不要动乱 要吼 但是呢 在1945年10月25之前 有两个月 台湾是没有政府的状态 请问台湾有没有动乱 没有 对啊 为什么没有 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能够做到的哦 刚刚我们有没有看到 很多的学生跪着在读书 他们在培养什么 武士道精神 因此呢 在台湾两个月 没有政府 没有任何警察的情形下 他们成立了自卫队 自我管理 这就连现在的各个强国 都不一定做得到的高尚情操哦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当时的台湾 在经过日治时期的50年 台湾所有的人民素养 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一个巅峰了哦 大家知道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它是怎么来的吗 请黑 操阿黑 有没有 破蜜蜜 然后逃难似的来到台湾 大家知道 当时 他们跟台湾人的文化落差有多大吗 蒋介石的那些难民兵呢 来到台湾 他们就去 那个 偷墙是一定的 但是他们就去那个杂货店哦 跟杂货店老板娘说 我要买一个水龙头 买了水龙头之后回去呢 就把墙壁挖了一个洞 然后把水龙头插进去 然后就准开 咦 哪没水 然后 他就很熟悉哦 还把水龙头拔出来之后呢 去骂那个老板娘说 你买我的水龙头是派去的 我回去增就没水 哎 你们感了解 他连自来水是怎么来的 都不知道 我们要被这样子的人控管 你们想想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绝对是惨剧哦 绝对是惨剧啊 这就是台湾历史上黑暗的一刻哦 其实哦 讲到这一边啊 我都会想到 台湾的人哦 还蛮可怜的 1946年1月12 将台湾人民集体强迫 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 他没有想过 哇 台湾是个宝岛耶 科技先进 人口稀少 地广人稀 然后每个台湾人又那么有钱 想要将台湾纳为己有 他一夜之间移到行政命令 强迫将所有的台湾人民 全部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有没有问过你们的意愿 没有 就是你们现在手上拿的那一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他没有经过你的意愿 直接变换你的国籍 违法 终于1947年2月28号 发生了什么 228事件 因为有一群人 他们知道 蒋介石集团 你违法 他们要起来抗议 我要怎么讲 我原本是政治能感 如果我今天在历史书上 我看到228事件 其实他对我来讲 我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他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可是呢 来到台湾民政府 我知道台湾的历史之后 我现在讲到228 我的心都会还蛮难过的 你想象 当时日治时期已经培养出 两万到三万的政治精英 里面有老师 医生 律师 博士 硕士 这么多的政治精英 逐一组成什么 坚强的内阁 议会 政府 也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现在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他们当时 足以组成一个坚强的政府 结果这些人呢 残忍的在228事件当中 被屠杀 什么叫屠杀 刚刚大家有看到 沉沉坡那个画家吗 他在火车站前面 双手合掌 铁丝从手掌中间穿过去 跪在地上 砰 就地枪绝 没有原因呢 没有理由 然后我有一期 台湾民政府 我们有一期的学员 前几期而已 他来上课的时候 下课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是沉沉坡的远房亲戚 他说沉沉坡的事件 他很清楚 他说他的儿子女儿 当时在现场 看着他爸爸被枪杀 然后他们想要将 他爸爸的尸体抬回去 没有任何一个人 愿意借他们担架 然后他们就只能 眼睁睁地看他爸爸 在这个车站前面的广场 曝尸 好几天 他没有办法 把他爸爸的尸体 带回去 一直到他儿子 去探黑门的门帮 你知道吗 才用那个门帮 把他爸爸的尸体 扛回去 残忍吗 很残忍啊 可是这些历史事件 我们在读台湾 现在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给我们的教育课本里面 228事件 有没有很轻描淡写的带过去 你们觉得他是台湾人 必须知道的一件事情吗 是吧 没有要造成任何的 民族对立 但是我们本土台湾人 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台湾人的历史是什么 而不是像现在 课纲为条 一整年全部都要读中国的历史 可恶吗 你想到这里会觉得很可恶哦 如果啊 你不愿意站出来 为台湾做一点点事情 你可以想象到 以后你生的小孩 台湾的下一代 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吗 忧郁症 不是忧郁症 这么简单而已哦 所以 1947年的2月28 台湾发生了 人民历史上黑暗历史的开端 228事件 1949年6月15号 4万块换一块 这是什么 当时我弟弟啊 我弟弟他是 台大 台大生 也算是高材生 高知识分子 聪明 我当时在跟他讲 台湾民政府 我们所讲的这个法理的时候 讲到4万块换一块 我弟弟跟我说 没有错啊 他做的哪有错 台湾如果物价通膨 你必须政府得自定政策啊 你自定政策 4万块换一块 你得压抑物价 平抑物价啊 当时我没有办法 很切切的回答他 因为法理不深 可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他 你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吗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 当时在这个时间 在中国自家国共内战 蒋介石集团来占领台湾的期间 他还在自家的中国 还在国共内战 大家听得懂吗 代表什么 他自己还在打仗 他还在打仗 请问打仗要不要钱 要 他发现台湾无主 没有人管嘛 他结果占领 代理占领之后呢 他将台湾所有的物资收刮一空 三七五减珠 大地主变小地主 公然抢夺本土台湾人的人民财产 全部运去大陆支柱他的什么 中国大陆支柱他的国共内战 因此台湾会造成什么 恶性的物价通膨 知道在日治时期 大家吃的饱穿的暖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之后 多少人饿死街头吗 结果现在的台湾人 还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 你们不懂 台湾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多好 恶性的物价通膨 台湾当时的政治方面 行政长官成疑 不仅及行政司法立法于一身 还艰染军事大权 严重的官僚作风 贪污问题 能贪污就贪污 能欺压就欺压 反正我有武器啊 我管我的知识低于你们 还是高于你们 不听话 我就杀了你 228事件之后还经过什么 长达世界上历史上最长的戒严 多长 38年又56天 白色恐怖戒严时期 足以将在场所有的人民 全部都洗脑成功 如果你晚上还敢再讲些什么 你晚上你就不见了 会怕了 所以政治黑暗 不要碰政治 这个观念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啊 就是从戒严时期来的 所以跟当时日治时期的纪律严明高行政效率形成很强烈的对比 你们觉得中华民国对你们很好吗 他做了多少的事情 不敢告诉大家 终于1949年的10月1号 中华民国与国共内战战败 在这一刻他成为流亡政府 什么叫流亡政府 当一个政府离开他的领土的时候 这一刻他就成为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原本的首都在南京 当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赶出他的首都南京 离开他的领土的时候 这一刻他就成为了一个流亡政府 因此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 对 让清楚吗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没有办法正常化的原因 可是中华民国成为了流亡政府 我们要问 主要占领国美国你为什么不管管 台湾人民已经受到这样子无理的对待 不合法的对待了 我们该怎么办 你不救救我们吗 其实美国当时他有考虑 他没有想到说中华民国会成为流亡政府 他也没有想到中华民国会想要窃占台湾 他有想过要将他赶出台湾 可是当时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中华民国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再加上发生了 韩战 1950年的6月25 韩战爆发 也就是当时的 美国他必须为了什么 反共 他当时为了去参加这个韩战 反共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他也花费了很多的精力 物力 人力 因此他没有办法控管这么多的领土 他才要将日本的领土分配出去 包括台湾跟澎湖 可是当时韩战又爆发的时候呢 台湾跟澎湖他绝对不能落入 中共的手里 也就是中国的手中 他必须要有一个人替他看着台湾 而且立场要跟他一样 请问 有谁 剩下蒋介石集团 而且即使他要将蒋介石集团赶出台湾 也没地方可以去 当时台湾又无主 因为日本本身就自顾不暇 因此美国因为反共牺牲了谁 牺牲了台湾 我们告美国是不是刚好而已 刚好而已 所以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运气好 苟延残喘的活了下来 可是呢 美国知道 不能将台湾跟澎湖给中国 因此 在1952年的4月28 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的签订 也就是我朋友问我的 合约的第二条 日本声明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权力 为什么你们台湾民政府还说 台湾是日赎美战呢 原因是什么 主权权力并不代表领土主权 主权权力还有主权义务 这个呢法理上他会比较难懂 比较深奥一点 可是简单来讲 这一个地主啊 我现在在这个教室上课 这个地主在十几二十年前 他就说 这个地主 他就跟我讲说 这块地 他不想管了 他不想使用 他要交给我用 随便我要怎么用 我就把这块地拿来盖了教室 拿来上课 然后经过了二十年之后 这块地就变成我的了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没有签 所有权状 对不对 因此 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日本放弃的主权权力 是放弃了什么 管辖权 他的领土主权有放弃吗 有签割让吗 没有 因此 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 并未放弃 他对台湾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这个呢 你在这边如果 需要再想得再深一点的 可以读新台湾论 但是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 因此他放弃的是 管辖权 这样清楚了 但是有人会问 那三个公报呢 开罗宣言 不自然公告 日本降书呢 他们不是都说 台湾跟澎湖要还给 中国吗 什么叫做 单方面的宣言跟认知 看看这三个小孩 哭得要死要活 在抢这个球 那个妹妹说 这个球是他的 这个弟弟说 你要把球还给这个妹妹 然后 有没有看到红衣服的小孩子 很镇定 不要吵 发票在我的口袋里 好 那请问球是谁的 红衣服的嘛 红衣服的弟弟 对不对 是不是他买的 台湾当时战争的时候 大家都说 台湾澎湖要还给中国 请问日本有同意吗 有签约吗 没有 因此单方面的宣言认知 可以算数吗 不可以算数 一切都要以 我们也就是所有权状嘛 一切以条约为主 这样了解吗 因此 台湾 澎湖的领土主权 还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 这是一只跳蚤 我之前 看到这只跳蚤的时候 我就想 其实它很像我们台湾人 有什么 大家知道世界上 跳得最高的动物是谁吗 台湾人 对 就是跳蚤 跳蚤 它可以跳比自己身高 还要高一百倍 很厉害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你拿一个盖子 把这个跳蚤盖住 放在桌上 然后你拍这个桌子的时候 那个跳蚤就会跳 你知道吗 它是不是跳很高 就会弄到背 它就会撞到 它会痛 跳蚤聪不聪明 你多拍几次 它撞个几次之后 你们觉得跳蚤会怎样 它没那么快不跳 它会降低它的高度 跳矮一点 这样有厉害吗 这样它就没撞到嘛 然后你就把盖子拿掉 你又换再矮一点的盖子 你再拍 它又撞到 几次之后 它又降低它的高度 你就越换越矮 越换越矮 一直换到接近桌面的那个盖子 你再拍 它跳不跳 不跳了 它就用爬的 它不跳了哦 好 你把盖子拿掉的时候 没有盖子了 你再拍 请问它跳还是不跳 跳不跳 不跳了 那怎么办 从此以后就变成什么 爬枣 再也就不是跳枣了哦 这叫代表什么 人生的自我设限 你想想哦 台湾人是不是就很像这只跳枣 原本可以跳得多高 多厉害 可是呢 已经没有盖子罩着你了哦 告诉你 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流亡政府 应该要离开台湾 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的贸易 还有经济 还有台湾人出国的时候 可以得到的尊严 知道台湾会有多大的改变吗 为什么台湾人 现在会过这样的生活 一切都是因为 台湾国际地位没有正常化 如果告诉你有个机会 这样可以改变台湾的历史 可是 大部分的台湾人 还是觉得不可能没有要相信 这就是什么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给你的70年的教育 将台湾人自我封闭 自我设限 教育的非常成功 没有好奇心 没有求知欲 这就是很像现在的台湾人 所以因此啊 要救救台湾人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告诉台湾人 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 跟法理地位 趁现在没有多久的时间 一起出来 来为台湾做一点点的事情 所以大家知道 在2006年的时候 10月24 大家有看过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对不对 有演打了 演打了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呢 他带领 228名 228事件的受难家属 去提告美国 知道他怎么提告的吗 他关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面 读了叠得跟人一样高的原文书 原文哦 里面就是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他从这些历史的原文书里面 去找到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 他很坚持 为台湾人走出一条路 因此我们在2008年3月18 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People of Taiwan 知道这有多严重啊 如果今天 你们娶了一个菲律宾的老婆 我嫁给了一个菲佣 请问生出来的小孩是什么 是台湾人还是菲律宾人 混血儿答对了 哇这个答案真的太好了 请问他是台湾人还是菲律宾人 如果我嫁给一个菲佣 我嫁给菲律宾人 那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菲律宾的人 他生的小孩是菲律宾人 他生的小孩一样就是小菲律宾人 原因是什么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这样有恐怖吗 这就是本土台湾人 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现况 我们一直都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很严重哦 很严重 这跟自身就有很严重的关系了 2009年4月7号 美国联邦高院判定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台湾人没有国籍承认的政府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嘛 联合国也不承认啊 各方面也不承认啊 生活在政治炼狱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知道你们拿的那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背后 然后的右上角 你轻轻的摸 它有一个透明的条码 对不对 透明的号码 那一个是什么 从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就有计划的将本土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那个就是辨别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他们的人 他会在考试的时候给他们的人加分 你知道马英九跟我们的秘书长是同学吗 不知道 知道马英九读书有多差吗 他读书超差 他也完全没能力去上哈佛 结果他还上了哈佛 还可以领奖学金 奖学金谁的钱 纳税人 台湾人缴的钱 然后给他什么 关关过 加分 然后还供他去读书 列 恶不恶 恶吼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本土台湾人的文化水平素养有多高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输给落后我们一百年的中华民国的人吗 不可能的 这原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台湾会演变到现在这个局面 你们知道经过多少的政治操作吗 70年很可怕 所以知道有多少黑暗的面吗 在2009年7月8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这是本土台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征服者美国 依照国际法战争法就件上和平条约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述 告运了没 告运了吼 2009年8月6号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 告运了耶 那为什么没有把政权还给我们 为什么 2009年10月5号 美国联邦法院最高宣布 搁置本案待审 我们告赢了 可是为什么没有帮将政权还给我们 美国说 好啊 我将中华民国赶出台湾啊 你敢有政府 你敢有人 你们谁要接掌政权 公务员呢 所以美国说 我很公平 当初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带1000名的公务员 台湾当时是600万的人口 现在台湾是2400万的人口 1比6等比4比24 所以这就是4000名公务人员的由来 这也是各位坐在这里的原因 美国他没有欺负你 他说 你们 一样嘛 我照当时的比例 4000名的公务人员 你训练好 我就将政权还给你 现在 我们即将 已经达到这个数字 所以秘书长有讲 现在进来的人啊 都是丁世人有守候 忠有保佑有拜拜 直到台湾民政府的革命团体 我们已经 经过了几年的努力 现在 已经接近历史转变的一刻 各位不用等太久的时间 就可以见证历史的转变 所以这个时刻呢 正是更要努力的时候 所以2011年1月25 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还没有办这一张身份证 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 要赶快去办 因为它是辨别你身份 的唯一的身份证 这个USMG 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所合发 所以没有办的 要赶快去办 在今年的1月1号 已经全球 194个国家都通用了 去美国 白宫你也可以用这张镜去看看 所以大家有看新闻 也有看报章杂志 媒体啊 它是不是最敏感的 媒体是不是最现实的 媒体这么的敏感 这么的现实 从以前啊 你如果要跟他要求 帮我们看广告 上新闻 我跟你讲 媒体不会理你 因为他不觉得局势有什么改变 可是为什么今年不一样 你随便查都会有 原因是什么 媒体很敏感 他知道台湾民政府即将要执政 这是自由时报 千人见走 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是我们台中州啊 这里有一个七年级的杨小姐 这是我啦 可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我在接受他访问的时候 我跟那个记者在聊 他就跟我说 媒体的黑暗 他说今天他们要来采访你啊 他们啊 上面有时候大部分都是直接写好了稿 我来采访你的用意只是 为了补拍镜头而已 补拍镜头 然后回去 他们已经写好了啊 他不管你怎么讲 反正他就是要怎么报 可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会有看得到正面的消息 因为媒体是聪明的 这样大家知道了吗 要会看新闻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乱争欺骗台湾人70年 封锁控制台湾媒体 有没有封锁控制 很多人会觉得不可能啦 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么的开明 这么的文明 怎么可能封锁控制 大家知道北韩吗 我们在看北韩 有没有觉得很夸张 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北韩人民还可以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那别人看台湾人呢 大家觉得台湾很开明啊 很文明啊 你们知道吗 在台湾的网路上 查不到228历史记录片 可是如果你去国外查得到 如果各位你们出国 除了吃喝玩乐之外 你会去查一下228历史记录片吗 会吗 不会谁会 我也不会 因此到底是 他欺骗我们还是我们无知啊 好像是一样的 你一个骗一个无知 所以呢 你们 我们台湾人没有去探究 历史的真相 人说什么 我们就学什么 我们就相信什么 但是国际间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各位 我想我们70年来一直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封锁控制台湾的媒体 是事实啊 很多台湾的网路上不一定查得到的东西 但是国外的网站 看得到 查得到 捏造台湾的历史真相 这不用讲了啦 包括现在的课纲微调 这根本就是只有可恶而已 流亡中华民国的肇事选举 你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 去投他的议员 总统就代表你要做中华民国的人 请问你们要跟他走吗 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政党有谁 国民党 民进党 新党 清明党 台联 民国 全部 全部都是 为什么 大家知道民进党前面登记什么吗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他登记的前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 他有办法跳脱中华民国的体制吗 没办法 因此 他们都是属于流亡政府的政党 有没有看过新闻 连蔡英文都知道 中华民国流亡台湾六十年 当当时有新书发表 所以我说我政治能感很悲哀啊 我妈妈带我去 那个州办的时候 我还第一次听到流亡政府 结果人家新闻报这么大 新闻早就说过了 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 然后呢 绿委还说普遍的共事 结果就我们这些政治能感的人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还想要台独 谁要 谁独立啊 是中华民国要独立 还是台湾要独立 完全两个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只是流亡在台北而已 新闻都有讲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 中华民国到现在 还在骗 就只有我们不知道 年轻人不知道 政治能感的人不知道 不关心国家的人不知道 结果我们生活在台湾 所以知道了吗 台湾即将快被卖掉了吗 对 可是你看一些这个新闻 可能你的感觉不是会很明显 可是发生在自己周遭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多么的 多么的亲身体验 我姐姐的公司 是在卖这个投影布木器材的 它是台湾的公司 有一天我姐姐就跟我讲 我买木头楼啊 我的公司快倒了 我说为什么 被中华民国害的 我说你不可以这样 我姐姐也在台湾民政府 我说你这样太偏激了 你还要有证据 我姐姐就说 我有证据啊 结果我一看 怎么一回事 像这种投影布木这种机器啊 它们大部分会跟公家机关配合 那公家机关呢 譬如说学校 还是一些政府机关 它们呢 每年就是有一个机器的这些采购案 预算案 然后呢 从 可能原本预算 一万多 砍 七千多 再砍 六千多 再砍 现在剩下四千多 请问四千多 有办法卖给它吗 赔都赔死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 这个学校的机器还是坏掉了 它还是得买 它得买的时候 它得跟谁买 跟淘宝王买 跟中国买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跟中国买 如果学校的这些器材 请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 纳税人的钱 是不是我们的钱 结果 有徒利到谁了 有拯救我们的中小企业吗 没有 有没有感觉 有没有从那么小的政策里面 变相的将 台湾的钱洗出去 徒利了谁 徒利了中国 所以你们 大家有没有想过 台湾人的生活不好 经济不好 中小企业 一直倒 原因是什么 跟政府有没有关系 绝大的关系 绝对是因为政策 什么叫做景气不好 所以台湾人可以过得多好 你们知道吗 只要台湾的国际地位 能够正常化 这个道路啊 叫做海绵道路 有看过吗 知道这个气球 它插在道路的孔上 它有一个小孔 那这些气球呢 都吹了起来 代表什么 表示道路在干嘛 呼吸 道路为什么会呼吸 有没有看到 这个道路有一个一个小孔 然后它下面是不是很像卖饭池 一层一层过滤 它最下面有一个储水槽 如果你今天呢 雨水流进去 经过这个过滤层之后 到最下面储水槽 它是干净的水 如果今天你的脏空气 经过这个孔进去之后 再呼出来的空气是 干净的空气 厉不厉害 新闻都有报 生态工法铺的海绵道路 储水量可达70吨 台湾有没有年年缺水 台湾一年相受物产风饶的国家 怎么可能会缺水 知道我们的水库的淤泥 有多少年挖不完吗 一百年挖不完 所以到底是政府的问题 还是天的问题 因此呢 像这样子的海绵道路 这种工法做出的海绵道路 除了通行储水 降温防灾 降低空物生态保育 成本比传统的 薄油道路还便宜 如果这样子的 生态工法的海绵道路 全球呢 有三十几个以上的国家 在征求它的专利 为什么台湾不普遍 大家知道吗 这个海绵道路是谁发明的吗 对 台湾人发明的 台湾人发明的海绵道路 结果台湾却不普遍的使用 原因是什么 我们今天不是说 采购法不好 但是大家知道吗 如果今天我要算市场了 然后你是财团 我就跟你说 你支持我 你选我 我如果当选了之后啊 我就把这个道路啊 一整年的这个道路维修工程 我都包给你 然后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就去把这个路围起来 堕堕堕堕堕堕堕 这样你就有钱了 要了解吗 有没有官商勾结 有 然后今天呢 如果呢 要投票的时候呢 我就说 你们这些议员啊 这些钱给你 等一下投票的时候 海绵道路不要让他通过 有没有官商勾结 台湾民政府 直接执政之后 贪污唯一 死刑 贪污唯一 死刑 各位你们过了五官之后 你们将会面临选职务 选职务的时候呢 如果你选择议员 或者是内阁 各位如果你们是议员 今天我是财团 我给你合赛 我是市长 我给你施压 让你不要让这个海绵道路通过 请问 你会投赞成通过还是反对 会投赞成吗 你们有信心吗 为什么大家要坐在这里 不是来当官内 是来为台湾做一点事情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贪污唯一死刑 我们不需要再 创造第二个贪污的政府 这样大家了解吗 要不要做一点 为台湾有意义跟贡献的事情 你还敢相信眼前 所看到的真相吗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他即将要离开台湾 有看过这一朵梅花 对不对 上面有台湾两个字吗 没有 Chinese Taipei 这样子的梅花 代表我们参加大大小小的奥运 所以是 还是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他可以代表台湾 财军行政院废子案平坦岛监设 国共和解是什么 如果你上网查 为什么要财军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跟中华民国说 不好意思 你要走啊 因为让人发现啊 你要走啊 要怎么 他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在 国际战争法里面规定 他不能拥有自卫队12万人以上 否则他在国际间就称为恐怖组织 因此他要裁军 知道了解吗 因为他要离开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需要国防对不对 本来就是需要国防 怎么可以把军都裁一裁 因为他要把他的军降到12万人以下 否则他在国际间就称为恐怖组织 行政院废子案 一个正常的国家 需不需要法律 需不需要政策 你打下去不是一条两条 是啪啦啪啦啪啦一对 网路上你都查得到 你随便点一条进去看 废子 国防部军组织条例 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仪化 国防部长严明 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 大家就要清醒 那是为了什么 原因是 他要走啊 政治的台湾哦 他创造就是一连串的假象 70年来就是一直在欺骗我们 有没有看过这个 知道这是哪里的建设蓝图吗 平潭岛有水吗 有水啦 知道吗 平潭岛的建设啊 他原本是两三年前 他只是一个落后的小渔村 因为中华民国呢 要撤退到这个地方 他自己的家乡 结果去盖 用谁的钱盖 台湾人的钱 去盖 盖台湾哦 没钱就去 盖盖盖盖盖 盖他自己的家乡 两三年哦 要把他变成什么 科技 科技岛啊 可恶吗 可恶哦 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我问我爸爸 我爸爸是政治狂热者吗 我就问他说 爸我问你哦 为什么啊 台湾人啊 可以去中国啊 当官 台湾人为什么 可以去中国当官 我爸爸怎么回答我 你知道吗 他说 我跟你说 我也不知道 诶 这我爸办民政府身份证的 你们知道吗 原因是什么 他也觉得很奇怪 就连他是个政治狂热者 他都看不懂 为什么台湾人 可以到中国去当官 台湾人没有到中国去当官啊 那是他们自家人啊 国共和解 中华民国 国民党跟中华人民 共和国 共产党的 共同的 共治 两岸共治是指他们 不是指台湾 这样了解吗 迷失的台湾现在怎么了 因为不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 所以很迷茫哦 七十年来台湾人是生活在政治炼狱 知道我们的越南大暴动吗 之前嘛 越南大暴动的时候 他有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台商 有 他发了一张贴子 叫你贴在胸口 我是台湾人 那些人就不跟你打了 你想到有可能 这就是他保护台湾人的做法哦 有没有看到太阳花学运 学生被冲倒在地上 有没有 有可能吗 太阳花学运啊 我们有一期的学生 来上课 他是太阳花学运的学生 我就问他 请问啊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太阳花学运 爱台湾 很好啊 那你是反服貌吗 反服貌 反AGFA 爱台湾 那你有没有看过里面的条款 没有 那你去抗议什么 爱台湾 哦 那你知道 服貌跟AGFA的条文 从头到尾 都没有写到台湾两个字吗 不知道 那你抗议什么 爱台湾 那你说对 尽雄吗 他们怀着满腔的热血 为了为台湾要争取什么 想要为台湾人民争取福利 想要为台湾争取国际地位正常化 但是走的路是错的 中华民国 国民党跟中华人民 共和国共产党 两党的国共和解的AGFA跟服貌 里面完全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家自家兄弟在签和解案 跟你有关系吗 跟台湾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有没有人很盲目 大部分的人都是很盲目的 我相信 太阳花学运的那些学生 你叫出来 他们有几个人有看过条款 我想应该大多数都没有 所以知道吗 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 台湾民政府啊 即将要执政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 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没有看到这个日本的下水道 干干净 漂不漂亮 很漂亮的水沟有没有 有漂亮吗 如果台湾以后也变成这样好不好 好吼 我们这个人孔盖啊 这个都把它弄得漂漂亮亮 踏到腿又拔倒了 对吧 是不是 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设计很好 要怎么样来为台湾改变 我都会觉得 这是台湾人的一个使命 如果今天啊 你想 你一辈子当中啊 有机会来为这个社会 做一点有意义跟贡献的事情 你感觉有可能 很难哦 我都没想过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我觉得那应该是 可能很有钱的人 才做得到的事情 可是今天不一样 台湾民政府给我们这机会 如果今天啊 你有这个机会 来为台湾做一点 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 你要不要努力 贪污唯一 死刑 有没有信心 要不要加油 要不要团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